接着看到就是竹科管理局在桃园市龙潭区 规划了龙科三期扩建计划 面对地主的陈晴汉反弹 台积电在日前宣布放弃进驻 那么市议员张兆良在总质询的时候就呼吁市政府 先把都市重划等配套措施做好 才能让在地民众安心 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大土地征收计划 去年传出台积电将来设场 不过今年10月确定破局引发蓝绿工房 目前竹科管理局持续推动龙科三期 其他的半导体厂商未来还有机会进驻 市议员张兆良在总质询上指出 龙潭区是唯一没有都市重划区的地方 呼吁优先规划做好配套措施 我们准备了我们把都市计划提供好来 比如说我们圈个50公元的都市计划来做 里面有住宅区有学校 然后也有农地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农科三级地上屋的人 刚才是我刚才说了我三种人吧 有农社有地上屋 或者说有农地上有新建的人 那因为他反对 那我们把市计划把它做好来 那有两种选择 你要卖的我们竹科跟你征收 你不卖的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重划区 除了要让当地民众了解何去何从 交通改善也是重要的一环 市委张兆良指出 新煤龙快速道路以及板龙快速道路 也要加紧开辟 不管是两个快速道路 或是这个市地的这个都市计划 这个转化 都是我们请中央在开辟龙科 三级的时候的配套 而且中央基本上是愿意来做的 这个我觉得 我是觉得都市计划实施 都要将给你讲一下 因为你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诱因以后 我们来解决龙科三级的第三屋 我不想不知道他征收多少 原先159 或者现在要缩小 甚至于将来要怎么样 最起码我们有一个说词 就感觉上说是 我们中央跟地方我们是合作的嘛 龙科三级扩建计划 原先规划土地将近159公顷 预估将提供5900个就业机会 不过由于当地民众 对整体计划并不了解 竹科局和市政府 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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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